这个初始台地的第一个神庙 叫瓦西辽科神庙 好,就进去 这神庙在这边 我们离开这个初始之塔以后 然后往这个双子山这边 移动的时候 在这边就会看到 一过了桥以后 就会看到一个神庙 在这边 好,这叫风之引导 翻译得非常好中文版 酷 那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离开了这个初始台地 那我们就拿到了我们的滑翔翼 那这一关呢 最主要就是训练你用滑翔翼的这个用法 训练你使用滑翔翼 那比方说在这边有一个风口 那那边呢 有一个 宝箱 你就可以用滑翔翼 这样就可以拿到宝箱 里面有一个宝石 那接下来就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风口 你就飞过去 飞过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风口 这边 那这个风口在干什么呢 飞回去可以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会发生 所以 如果你想要飞回去再飞回来 要练习你的滑翔伞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练习 不过我就不练习了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风口这边 飞过去 就可以过关了 你看 过关在那边 但是 这边有一个宝箱 我带大家去看 看到吗 在这边 有一个宝箱 你不能过去解这个宝箱 你这样跳下去 你会掉到无底的深渊里面 曾经有多少个人掉下去过 那 你可以做的就是 随着这个风 飞过去 飞过去的时候 我差一点就飞过去 飞过去很可能会死 所以 你可以把它存档 如果你怕你自己在这边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话 可以 除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 飞过去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马上往这边走 这样 拿到这个宝箱 里面有这个士兵双手剑 还不错 但是我们 就是 刚开始玩游戏的 应该是最好的武器了吧 那我就把我的 这个木托把丢掉 拿我的 我觉得木托把还不错 我丢我的 生锈的剑好了 然后拿这个 再丢一次 拿这个 双手剑 好的 那我们就跳回去哦 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 不要 一事足成千古恨 好 这样 大家看我很轻易地这样跳 其实 就是我已经玩了三遍萨的 都是第三遍 所以 使用滑翔伞还算不错 那如果大家在这边 就可以练习 使用滑翔伞一下哦 如果跳下去的话就重来 反正已经存档过了 是吧 真的 要飞过去 好 那我们就 过关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